第二个特点,今天的山东大学可以说是规模宏大学科齐全 所谓规模宏大是指我们现在的在校学生有五万五千多人 在全国的高等学校当中是规模最大的综合型大学之一 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值得考虑的 一个问题,学生的思想道德,必须极高的问题怎么做 那么老的人的标准呢,在校长就说了 第一个是不断提高实验能力,这个我觉得我们是做得好的 整个历史证明是做得好的 第二个要提高超新能力,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有两点看看是不是需要考虑 第一条就是与国家发展的同步人类 我们往往的提前看不到宏观 很多宏观的问题是对中国发展的 也就是说你有没有对国家发展有没有同步人类 第二个要有深厚的和谐 今天来讲其和谐的社会 你进去以后就顾自己或者顾自己那一摊工作 关心自己的那一摊工作是不够的 我觉得要不要写进去,这个是由学校去考虑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参与工作之后 他既要有专业的能力,有文观的能力 还能有宏观的能力 还能有社会的关系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学生 应该要理的 新的大学我希望 三中大学能够这个地方 能书里抽一个 就是品优 品责 跟才能 最优的 这个学生 但是我不知道 往往大学的实验工作是很难做的 因为我昨天也跟那个 你们楼校长说了 人家从小学到中学 已经把这棵树一说展歪了 已经歪了 收到你大学里面 你把它再指过去也很难指过去 但是大学的人 他的知识面精致很广的 有能力自己把它挣过来 所以我说了 大学应该承担一个 道德品质 如果大学的道德品质不能解决 到社会上去就回来 刚才我听到 史先生的谈话 我深深地感受到 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问题 是整个世界的问题 能力 道德 没有 所以科学技术发达的时候 再往前推的时候 最后的艰苦是世界毁灭 所以这些 我们听到许多科学家提出警告 如果是在没有方法 如果是在没有方法 把人力行纠正过来 这个世界能不能再维持到五十年 很有问题 人类会在这个世界上毁灭 所以确实呢 我们的传统文化 乃至于人类的身份呢 这个村王寄居 这是个关键时刻 所以对于这个 人类道德 英国的教育 和谐社会和谐世界 是现在大家讨论更新的问题 我在这些年来参加了十次 联合国的主导着这个世界后平会议 那我给我的感触到的时候 这个新法里面思维的时候 是不能解决的问题 那么联合国会的后平会议 从七十年代开启 开到现在开了三十多年 每年投资下去 人力物力财力是费其其诉 但是没有效果